讀完這篇文章 比我們施政報告更嚴重 他施政報告寫什麼 我們不知道 十九的意見 就是我們自己都經過思考 對於當前香港的困局 很多重大議題我們都提出 很簡單我們的意見 當然具體的做法就是搞政府 我們作為反對派 只是告訴你現在有這些事情 我們有我們的建議 我覺得如果他肯去仔細看 他有些事情可以和我們談談 你不能浪費到背 寫一份施政報告 這件事我覺得尤其是今天 每人講三分鐘 如果我這份東西都讀給他聽 已經去了十幾分鐘 十個議員每人講三四分鐘 就夠時間了 就拜拜了 跟著握手 喂 大哥 這個叫做施政報告諮詢 是吧 諮詢些什麼 是吧 我講了給你們的 沒有錄音機 他的劉兆街 整班都坐著 又沒有人寄 他是拿著本簿寫著寫著寫著 寫著寫著什麼 真是的 他是自己懂的 真的是 這一種見面有什麼意思 我們常作為 後任的立法會議員 今天第一次和特首 碰頭我們很有心思寫這份 還有一個英文版 但是會有什麼果效呢? 我真的不知道 對他寫的那份施政報告 他有什麼幫助呢? 也不知道 他會把你的意見寫進去? 也不知道 所以問題就是說 你這樣去見行禮如意 見了公民黨 見了民主黨 見了之後 見了民間聯 見了我們這些 當是山兵游泳 炒賣了一碟 每個背景都不同 梁家柳和我們搞不答白 梁美芬和我們更搞不答白 梁美芬說現在立法會有十八個獨立議員 這個力量不可以小看 他們如果組成一個什麼什麼 我用什麼 叫中聯辦協調就可以了 當場我這樣說 我今天跟特首說 我們一定是做反對派的 在議會裏面 一定要有反對派 這個政府受到制衡 那個政治是健康的 你不要經常跟我說行政立法合作 合什麼作業 是不是? 我們有我們的角色 政府有政府的角色 政府必須受到民意機關監察 根據中英聯合聲明的行政與立法關係 說得很清楚 行政機關向立法機關負責 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 是不是很清楚 行政機關向立法機關負責 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 但是現在這個立法機關 嚴格來說 不是全部由選舉產生的 你那個算是選舉嗎? 功能組別那些算是選舉嗎? 有些是由會來選 那些算是選舉嗎? 是不是? 即是有些拿幾百票的 大哥 喂 我們說的是幾萬票 大哥 我們拿幾百票 是不是? 幾百票的認受性 和幾萬票的認受性 相差多遠 即是議會裡面是這樣的 即是這件事是很大的問題 基本上制度是一個誤區來的 即是如果不想這個功能組別取消 你香港的民主政治變得發展 大哥 三十個功能組別裡面 有十四個是自動當選的 有些人 除非他斷氣不做 那個位置永遠都是他做的 等於是不能改選的 是吧? 你說不是的 可以有人跟他選 那誰跟他選呢? 是吧? 在漁農界的位置 都說要跟他跟他選 是吧? 他不是農民、漁民去選的 是吧? 他是跟他的會 是吧? 他是團體去選的 那些商會是公司票來的 大哥 是吧? 你旅行社那些也是公司票來的 是吧? 所以問題就是說 這種制度一天不改 你香港的民主哪有前途呢? 但你公民黨那些人說要寸土必爭 功能組別 那你爭到什麼時候呢? 是吧? 基本上是沒辦法說服人的 是吧? 但是他們又說到陣陣有詞 還好笑的 你們這麼反對小圈子選舉 那這個立法會有小圈子選舉 那你做立法會就完了 你不要去參加直選 我現在參加直選 我不是參加功能組別 是吧? 是吧? 是兩回事來的 現在的制度當然是不理想的 一半直選一半功能組別 但你不可以說我反對功能組別 就叫我直選都不會選的 這個邏輯是很有問題的 是吧? 就是這麼厲害 好像十九才子說 你想打油擊吧 不如扮 是吧? 是吧? 同樣的邏輯來的 是吧? 就是 你不夠人說就硬來而已 是吧? 殺死我一扮 就是這樣 是吧? 就是 這個十九才子 經常都在這個節目 抽我們水的 是吧? 那你是十九就是十九 抽我們水 你都不會變成十八的 剛剛才 你都是十九 是吧? 是吧? 你整天都找我們說 是吧? 你這樣做節目 就很著數 吞了泡 是吧? 有空就找我們抽水 是吧? 有些是即近誹謗 我現在聽清楚 我告差你 吐傑 我告訴你 你的賤人 是吧? 不要以為很有趣 是吧? 所以有時候 你不要以為我做了議員 我會收斂 不要搞錯了 我最不吃這一套 有些人說 做了議員 可能沒有這麼粗暴 是吧? 斯文一點 你真是搞錯了 你真是 是吧? 對我沒有分別的 我一樣可以說粗口罵你的 你在電台 不能說粗口罵我的 我告訴你 我做了議員 還可以說的 那怎麼辦? 很尊貴 真的 不用吃飯 不用罵人 做議員 是吧? 有些人以為是吃滑我們 做了議員 這個人不敢太過分 我就過分給你看 休息仔